如果沒有頭緒的話通常當然就是用什麼 最笨的方法就是你把這個用尋找 取代這個尋找嘛然後你就要慢慢尋找不過你會發現這邊總共5000多個資料 你要尋找5000多次 這個應該不是好方法 應該非常笨吧 可能做到下班都做不完5000多筆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函數 他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那一般的話 我會想到用插入函數裡面有一個 在統計裡面 統計裡面統計次數會有個叫countif的一個函數 不過countif的這個他會需要一個range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假設我要找的range其實指的就是這個黑名單 那一般我的習慣如果他是一個range 我建議你可以用選的 不過最好是用什麼定義一個名稱 因為第一個名稱好處按f3直接找到了 而且會比較清爽 OK那我們做一次一個看 第一個當然 第二個是一個條件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黑名單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名稱 那名稱的話還記得吧 公式裡面有個定義名稱 或者是要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從選舉範圍建立就是如果你上面已經有欄位名稱的話 你一起選到 然後ctrl shift 游標先放A1然後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會可以把這個整個範圍選起來 ctrl是方向 就是整個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shift是選取 然後ctrl shift加向下 他就整個選起來 這招還蠻管用的 但你也可以這樣 從頭到尾慢慢選 不過有時候會拉過頭 拉過頭你又要再拉回來拉拉拉去 那這招比較快 ctrl shift向 一般如果是大範圍是向右再向下 有沒有那整個選起來很快 ok 那接下來的話你可以從什麼公式裡面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因為我的名稱在頂端列 對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會有一個黑名單 就是這個範圍就對了 反正你以後不用選的 因為有時候你要選 你要切過來要選 也不好選 按F3直接點兩下最快 ok 這一招其實 真的還蠻推薦各位用的 尤其是你那個資料很多的時候 一堆 這個範圍那個範圍 一堆範圍你每次要切來去找來找去 不用嘛 只要按F3就好了 好這個用法 其實跟那個 資料庫很像 因為資料庫裡面的也有很多什麼關聯式啊 哪個 哪個 哪個清單在哪裡 哪個清單在哪裡 那以前的話呢 如果你不見 名稱的話 那很麻煩 這招我覺得是可以 可以把它學起來 而且可以大量使用在 你的工作裡面 那除了這個 這個地方可以用之外 像那個下拉清單 有沒有我講過下拉清單 在做下拉清單之前也建議一個位置 下拉清單來源就是一個名稱 OK 所以這個用法還蠻多的 在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的最後那個範例有沒有 那個 算那個什麼 股東的那些資料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會簡單太多了 OK 好 第一個先把 黑名單的清單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在查詢名稱裡面 插入環數裡面 我們一樣 找到那個 就是在統計裡面 找到那個 那你就往下 找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那再來按一個 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直接 第一個他會問你說你的範圍 你要查的範圍在哪裡 那你給他f3 他會跳出一個 黑名單 有沒有 點他就好了 OK就過來了 這個 我覺得 這個方法還蠻棒 OK好 第二個的話條件 條件就是要查什麼 查他旁邊這一個 這個 email有信箱 在黑名單裡面有沒有出現 有的話 他會告訴你出現幾次 次數 那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 有的話 那表示 1以上 等於1 或者大於1 也有可能出現兩次 不過 理論上是應該是最多是一次 因為那個 黑名單裡面 如果沒有重複的 那當然就一次 可是如果有重複的話可能有兩次以上 OK 那如果沒有找到的話呢 那就零了 對不對 所以將來我需要怎麼樣 摳過去的東西就是 就是那個 值 是 等於 大於等於1 才會把它摳到哪裡呢 摳到查詢結果 所以這個邏輯的話 懂了之後 等於1 這首